为了解开人类的基因密码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不断地进行研究 而现在画面上呢 您看到的只有小拇指头大的鱼 叫做日本的青苍鱼 最近呢 师大的研究团队发现这种小鱼 比白老鼠还适合拿来做人类的基因研究 目前呢 已经透过了这种小鱼 找到了肾脏病 天理障碍等等疾病的问题基因 水族箱内悠悠的小鱼儿 只有小拇指头这么大 透明精亮的它叫做青苍鱼 不只观赏价值高 可是重看又重用 先透过一百倍的光学显微镜来看 刚孵化还活生生的青苍鱼一览无遗 这个跳动的部分就是它的心脏 还有这里动来动去是蠕动的肠子 跟人类一样 还有流动的血管 连红血球也看得清清楚楚 师大副教授林李毅 就是看重这一点 开始透过它 来寻找人类的基因密码 我们用这个当作实验的材料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是透明的 那透明的就会有助于我们去观察 它的细部的这个构造 包括器官细胞等等的构造 要寻找人类身上的基因密码 科学家通常会拿白老鼠来做实验 不过林李毅说 有时候实验的范围很大 用青江鱼当成模式动物 反而更方便 效果还更好 老鼠的维持 或者是说要去做实验的时候 老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用这种鱼的话 事实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繁殖 所以它的成本可以控制得很低 包括寻养它 就是这一根探针帮助林李毅 和他的研究团队解开谜团 他们首创把维电级技术 应用在鱼类的研究上 而且可以针对单一细胞研究 将青江鱼胚胎放大到600倍 鱼皮上这个圆圆的细胞 也让他们找到造成肾脏病的基因 另外青江鱼的侧线上 也有一种毛细胞 可以帮助人类了解 为什么会有听觉障碍 而这些成果都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林李毅说 不只是青江鱼 还有斑马鱼等等 都非常适合拿来研究人类的基因功能 也让鱼类开始取代白老鼠 开启人类探索基因奥秘的新境界 记者林金美郭俊玲台北报导